大家好 歡迎收看6月14日的天氣報告 我是呂屋昇 受到一股活躍的西南季後風影響 今天廣東、元朗有大驟雨和雷暴 從雷達圖像顯示 我們看到今天有強雷雨區在珠江口發展 並且影響香港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發出了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至於雨量方面 這場大雨為我們各多處地區帶來超過50毫米雨量 而葵青、荃灣和元朗更加錄得超過100毫米雨量 至於天色方面 與這股活躍的西南季後風相關的一些對流雲團 今天是覆蓋著廣東、元朗的 所以下午在維港望出去天色都是多雲為主 所以今天的天氣都沒有沉浸那麼熱 各區的最高氣溫是介乎29至31度不等 至於之後的天氣 我們預計這股活躍的西南季後風 明天會繼續為廣東、元朗帶來驟雨和雷暴 而我們預計高空反氣旋會在之後幾天逐漸增強 華南地區天氣會是酷熱 天色會逐漸普轉 不過留意受到偏南被流所影響 這一區仍然有幾陣驟雨 所以回到今晚的昨晚日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 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 明天驟雨會增多和有雷暴 初時雨勢會是頗大的 氣溫介乎27至31度 風方面會吹和緩至清淨的西南風 初時高地會間中吹強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星期日仍然有趙雨 而隨後一兩日趙雨會逐漸減少 而日間是天氣酷熱 這一節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